各位借友朋友們大家好 我今天是舒夫腳教室的小助理 西西露娜 今天我要來為大家開箱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那就是號稱宮區最龜毛的羅傑座醫師 是誰呢 那就是我認識的宋鳳怡醫師 那我要來介紹開箱哪裡呢 就是她的故居 那為什麼說故居呢 因為其實呢大家都知道 現在呢因為大家都會做醫美嘛 像Luna也是愛漂亮 所以呢其實都會發生就是很多敏感肌膚不太穩定的時候 然後包含紫露啊或是痘痘肌啊 像很多朋友們都會為這種問題肌膚而困擾 那Luna也知道就是這樣子反覆啊都不會好 其實很困擾 所以呢我今天要特別來開箱 這裡就是因為收縫醫師的這邊的舒服器介紹道是 就是專門處理這種問題肌膚 那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邊的地點是哪裡 來首先看一下我的身後 這裡就是我們捷運板南線最熱鬧的地方 就是哪一站呢 中校復興站 4號出口 對4號出口不要忘記囉 那走出來之後呢 請看鏡頭的右手邊 這邊呢就是我們歷史最悠久 大家一點都不陌生的 騷狗中校復興館 好啦 那在這邊你到達這裡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就快到小教室了 那像Luna呢是一個急性子 然後喜歡守睡不走路的人 那基本上真的不需要30秒 那我們就Let's go吧 好了我現在搭電梯上來7樓囉 這裡就是舒夫基建小教室的門口了 那現在跟著Luna進去開箱吧 go 好現在各位朋友們你們進來之後就可以看到這裡非常的寬敞 那這個是他們的大廳 那記得記得進來之後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到他們的報道櫃台去做報道 那你大家也知道 嗯就是送風衣是非常的忙碌 對不是這麼想的 基本上呢你要看他的枕 一定要先事前預約 這樣才不會浪費大家在現場等待的寶貴時間喔 那我跟大家簡單的介紹這裡有什麼吧 來大家看一下 登登 鏡頭的左手邊這邊是大家可以來這邊等待的時候有個茶水區 可以做休息 還有一個Luna很喜歡的沙發區 對沒錯 我現在就很想拿一杯咖啡在那邊放鬆氣的等待著 沒有啦因為還要去開箱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重點重點是什麼 就是因為來這邊報道完之後呢 一定一定要什麼 建議大家要素顏 那為什麼要素顏呢 等一下我會告訴大家為什麼 那接下來再看一下Luna的身後 嗯 這邊有個秘密通道 沒錯 就是他們很神秘的工作區 等一下Luna也會帶大家實際體驗一下 整個流程的狀況 我們走吧 好了我現在呢進來到他們的工作區域了 首先第一站是非常重要的一站 就是他們所謂的肌膚監測站 那肌膚監測的過程中會拍兩台重要的儀器 因為呢我們的送鳳醫師呢 他非常講究科學的依據 所以他要看到你們真實的膚況 所以第一台呢就是他們所謂的武士燈 那這台武士燈呢他們又號稱叫照妖鏡 所以為什麼剛剛講啦 Luna提醒大家 過來的時候呢一定要素顏 因為呢他可以展露你真實的皮膚狀況 一覽無遺 所有的問題都可以非常清楚的拍攝出來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要拍哪裡 首先呢你們看一看一下 喔目前來講 你可以看到他們其實呢先拍了正臉 然後跟右臉跟左臉 所以呢非常的詳細 那基本上來說呢他因為為什麼叫照妖鏡呢 因為他其實是紙外的 紙外線的一個光波 所以呢看起來會有點可怕 但是呢來這邊就是要真實的樣貌 才能解決問題啊 好所以呢大家應該知道了吧 OK那我們接下來去下一區 好囉 那現在呢我們進來到他們工作區的第二區 那第二區在做的呢是另外一台儀器 簡單說呢Luna了解到這台儀器很可怕 因為他會放大你所有的結構 你的皮膚結構會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一下他們的作業 基本上呢他們的個管師呢 會先幫你的臉部做簡單的清潔 然後會在他們的幾個標準區域 兩邊的眼周兩邊的鼻側去放大50倍 看你的表皮跟接近真皮的地方 那為什麼要做這台儀器呢 Luna有很認真的請教 就是要看皮膚的結構是否有正常 比如說你的毛孔 你的毛髮 你的皮紋 就是我們講的紋路 有沒有在正常的一個情況下 那剛剛我們不是有看過那個五式燈嗎 那個五式燈 他其實就在看這些結構 他的功能有沒有正常在運作 哇塞 Luna是不是可以來應徵了 好所以呢 所以呢基本上來說呢 這兩台儀器你進來之後一定會做到 所以呢大家可能要預留一些時間 讓他們好好作業不要著急喔 好現在下一個階段我們也來去找送醫師吧 送醫院長我又來了 喔喔喔喔喔 妳還幹嘛 我今天你看你看 妳這樣一句話就劈頭問我來 好可怕喔 其實我想要跟大家就是這些戒友們 他們想知道你的舒服機接教室在哪裡 所以我今天要拍個開箱文 喔喔喔喔喔 所以我現在來整間我要做個簡單的介紹 喔喔喔喔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嗎 為什麼你的這台螢幕要比別人大 沒有辦法很簡單 病人會坐那裡嘛對不對 然後病人坐那裡你把它想像成你去看普適嘛 看X光 他總要開個X光片給你看啊 比如說像我們拍片 對 我們會拍五四燈嘛 這是我自己的圖啊 你可以看到就是 長得多帥的一張紫外燈的臉對不對 然後你也要跟病人解釋50倍啊 就是什麼叫做好的皮膚 什麼叫壞皮膚啊 比如說這個 這是我以前的皮膚嘛 喔欸還不錯欸 對對對 就這樣子 就是說 其實你需要這麼大的螢幕 不過就是讓你跟病人可以溝通 他現在的狀況 他的過去狀況 那病人掌握他才有辦法配合治療 嗯 這是治療的真諦啦 就是要讓病人也聽得懂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對不對 對啦 所以看門診人花時間 你就是收250塊覺得 沒有沒有 就覺得真的是物超所值 物超所值是真的 而且我真的沒有辦法連結 你這麼嚴肅 這麼規模的意思 有嗎有嗎 我兒子都看不起我 你的風品應該就是這一類的喔 然後呢 竟然可以這麼為病患著想 真的是 甜和柔情 甜和柔情 甜和柔情的一面啊 這個也不是為病患著想 因為 你要解釋清楚他才能配合啊 喔 好啦 那大家應該很清楚的 進來看到這台大電視不要擔心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好啦 那今天呢 以上就是我們第一次 舒服機界小教室的開箱 那我相信老陣友應該都不陌生 那不知道 新界友對今天的介紹 是否覺得很簡單呢 來到這邊應該不會很難吧 好啦 那我現在有一個疑問想要請教 宋醫師 你為什麼今天要這身打扮呢 我想說你都不問我 對啊 你不問我我這樣很累耶 你還要出那個 這個這個你知道 各位看區元好嗎 區元 就是 這裡很 這還是端午節的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大家cosplay一下 區元這樣 緬懷先烈 創業為堅血 院長 我還以為我們要演一段 那種什麼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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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外圓外圓不要 夫人會看到 對對對 沒有沒有沒有 你們必須了解在這 辛苦的 三年口罩時間之後 我都是靠我太太養我 區元 不要再玩下去了 再玩下去 我的回家林用姐就沒了 謝謝謝謝 好啦那今天就以上到這邊囉 那期待我們下一集再相見 拜拜 好拜拜 拜拜